上帝跟我们的关系 因为在这本圣经里面 上帝一直帮我们当作他的儿女 所以你来到这里的话 你就是叫做弟兄姐妹 你不叫做善男谢女 是不太一样的 圣经里面甚至于耶稣说 他把我们看作弟兄 他称我们为弟兄 却不以为耻 那你知道华人是最喜欢谈的关系的 如果你认识一个很厉害的人的话 你一定想起办法跟他谈关系 多远绕了一带二圈之处 谁的谁的谁的 反正总是要扯三个关系 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江港大道 你一定死都不承认 你跟他有关系 所以台湾在去年有一个 在捷运上杀人的一个年轻人 叫郑杰 他的父母亲现在就是 尽量的也不去看他 因为就他人家知道 他就是他的父母亲 所以我们人当你喜欢一个人 肯定一个人 你就想跟他有关系 可是你觉得这个人很糟 你就不太喜欢跟他有关系 可是各位想想看 既然上帝说 他跟我们有一种关系 不是信徒跟神的关系 而是跟我们亲密的 是一个家庭的关系 所以神把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那么耶稣说 把我们成为弟兄 却不以为耻 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 首先你要知道 你坐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伴一个神而已 我们乃是在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是一个家庭的关系 所以当你来到这个地方 叫做教会 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 那上帝就是我们的 好像是我们的家长 而一个家庭 他的发展 是会有阶段的 刚结婚的时候 小家庭 然后有了一个小孩 可能有两个孩子 然后孩子长大了 青少年了 有些孩子离家了 就变成是空潮期 所以你的家是会改变的 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 教会历史 也是活的 也是会改变的 初代的教会到今天 当年的这些信徒 你告诉他 有一天我们大家聚会的时候 可以同时有几十万人一起聚会 他觉得这不可能 他想去哪里找这个场地 他说不用找场地 这样每一个人把手机拿出来 就直播了 大家都可以同步参加了 我觉得这是 以前的基督徒 他没有办法想象 以前的基督徒也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现在在带小组怎么带 我们在带小组 比如说约了小组长 约了早上八点钟 所以我们今天小组要一起联修 以前是一个礼拜聚会一次 一进面就问了 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就觉得教会就是这样 No 现在不是这样的 现在是每天早上 小组长就把他的手机拿出来 智慧型手机拿出来 然后就跟大家上线来说 大家都到了没 打卡报到 没有就报到了 有的妈妈正在开车 送小孩上学的路上 他就用了蓝牙 把他的音像跟他的电话连线 然后呢这个小组长就放一首诗歌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联修 然后就放一首诗歌 那有的人正在去捷运上班的路上 他就戴一个耳机 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不用再花时间集合在一个地点了 你能想象吗 所以传奇区会说 再也不用问这礼拜过得怎么样 谁还问你这礼拜过得怎么样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你都已经照给我看了 我还问你这礼拜过得怎么样 生活是痛苦 你去哪里 通通都知道 所以再也不用担心做 老公去哪里 老婆去哪里 老公辈子我跟他约会 以后老公去哪里 你通通监视得到的 小孩在家做风格 远距离监视 你都监视得到的 这样的时代 有没有改变 所谓的圣读相通 有 这里不再是一个礼拜一次 问他整个礼拜过得怎么样 而是当你来联络的时候 可能前十分钟 你们在路上 你们都还在那边微信 可能你任何的事情 很快的一个时间之内 你的所有全世界里的朋友 都可以知道 这是新的教会观 这怎么可能当年的教会 他会想到是这样 所以我简单的说 当我们走到今天 整个教会进入了 全球化的阶段 所以教会其实 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一样 因为教会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家庭一样 他在成长 他在改变 他会自然而然的 就回应那样的一个时代 而在这样改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有青少女 你知道吗 教会增长的过程也有青少女 我们也曾经拿着十字军 东征跟人家来印的 你懂吗 拿着刀剑 你们这些异教徒 上帝要毁灭你们世界才会安宁 我们也做过这种事情 我们也试过很理想主义 我们也试过把一些想象的多美好 如果皇帝是基督徒 如果师长是基督徒 如果总统是基督徒 如果大家基督徒都住在一起 这世界多美好 我们都试过的 所以整个教会的历史 它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不同的阶段 它不断的在摸索 它跟随着历史 它不断的在改变 一直走到今天 我们走到了一个 全球化教会的时代 而我们今天来回想一下 我们这个教会 跟这个家的观念 我们是怎么开始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 教会怎么开始的 为什么今天会坐在这里 是谁把福音传给你们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今天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基督徒 而从这个过程 当我们回到《使徒行传》 看这个过程 你会得到很多的启示 我们要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的八章 我们的经文是第一节到第八节 那是因为它是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一节一节来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我们只读第一节就好了 第八章第一节 那待会和我们大家一起读就一起来 请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昭地霍 除了使不意外 人徒都分散在有爱和撒玛利亚的处 这里发生一件什么事呢 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 教会遭到以后 今天你会坐在这里 福音分传给你 是因为在两千年前 当耶稣设立教会以后 教会遭到以后 然后信徒分散 福音才传开 这跟我们想象的剧情 完全不一样 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大家长在干什么 如果我们刚说 上帝把这个世界 把教会当做他的家 那他就是我们的大家长 如果你是你的大家长 你会让你的孩子受逼迫吗 如果你让孩子受逼迫 那里应该是一个不太负责的偷情 有人欺负你小孩 你马上就冲置给他理论 先跟他理论了 回家再教训小孩 一定要先让小孩知道 你是挺他的 要不然你还是一辈子都受伤 曾经有一个基督的同工 他的故事是比较悲惨 他们以前在村子里面 他说他被隔壁村的人欺负 回家就哭 他就很难过 他说被那个小流氓被混混欺负 爸爸说你跟我来 爸爸就骑个脚踏车 把他拎在后面 他说你没见 就是青少女的时候 他说是谁在哪里 我就回去找 他问那个谁是谁 刚刚那个谁是 他跑到隔壁村去了 这爸爸不值千里啊 到了隔壁村 找到那个人 找到那个小流氓 这个女儿心想说 哇真的我爸爸是英雄 甚至有人惹了他女儿 欺负他女儿 我爸爸是弃而不舍 一半个爸爸就算了 他不在就算了 他就叫隔壁村 所以这女儿想来好高兴 结果爸爸说 是不是他 就是他 你刚刚是不是欺负我女儿 不是 这个人有点害怕 这位爸爸做什么了 给他一个口 给谁一个口 我朋友 这女儿真的愣住了 怎么这样 爸爸不是打别人 打我 爸爸打了以后 跟那个人说 我已经教训他了 后必要再找爸爸 对爸爸来讲 这是他爱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吗 他在保护他的女儿 他就说 我 我为自己教训我女儿 有什么事情的话 今天到时为止 他就把女儿带回家 这女儿 从那个时候开始 新年 一直觉得 他觉得这个爸爸很快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今天 你认为 上帝是你的家长 你觉得上帝很快 我不知道 因为 上帝是怎么当的 怎么会让教会 打招逼迫 上帝太无能了吧 而且教会本来 发展很好 你知道吗 当圣灵充满的时候 你读史读行传 圣灵充满以后 彼得被圣灵充满 他就起来讲道 你知道那天 多少人绝世信主啊 三千 三百多个吓死了 三千 后来彼得去圣殿 看到一些磁子在门口 就是说 金和银我都没有 我奉他杀了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那人就起来走 马上又很多人信主 多少人知道吗 五千 所以短短的时间之内 教会增长了八千 你要想想看 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人多到巴拿巴都得把房子卖了 才能够有爱殿 你家里中午才有东西吃 这整个增长的情况 让大家觉得说 哇 耶稣讲的是真的 因为四十四行传第一章 就是耶稣复活 写这给门徒看 然后耶稣说 你们要去传福音 圣灵要降临在门的身上 你们就可以得着能力 然后把福音传到地基 这些门徒想说 有可能吗 也说可以的 圣灵这样的战略是这样的 我们就要从耶路撒冷 然后呢 范围再扩大 犹太全地 然后呢 再扩大到邻居 撒玛利亚 然后再扩大 直到地基 所以以当时的氛围看起来 彼得一个人就八千人 带了这些人信主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到地基 赶快组织一个委员会 然后赶快勿还 赶快做一个ISO的计划 写一个计划书 然后呢 赶快画地图 大家属灵认灵 然后我们赶快去传福音 这个比较合理吧 可是竟然在第八章 整个教会当时发展得非常好 到了第八章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意外 就是我们刚读的理解 教会大造彼火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上帝会允许 教会大造彼火 因为 圣经上讲就说 这个世界是有难的 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过 说你们只要信了主以后 就不用了 从来没有这样 可是我们总是会这样想 因为一般的人你会去 你来教堂也好 你去找一个宗教也好 你的目的是什么 大概是八个字 消灾解恶 趋吉必凶 就是这样 所以你会做在这里的目的 就希望说我这礼拜 做礼拜 上帝也得保守我 就是这样 我一个同学在花莲做牧师 我今天举很多的例子 大概都不叫做台湾的例子 因为我才来一个月 所以我举很多台湾的例子 他在花莲 他刚去做牧师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哇这边的信徒就觉得做礼拜就是一种 信徒当尽的义务 因为有一个会友 礼拜天没有来 他就去看他 他说这礼拜没有看到 那个会友说 不是我下礼拜一定会去 你放心 我一定会去 一个礼拜没有去 就被车撞 啊我怕了我怕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来做礼拜 你会祷告 你从事所谓的这些宗教的行为 你今天选择了一个信仰 那在座很多数我们是基督徒 其实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希望上帝保佑我嘛 我要一个强而有力的保护者嘛 是不是 那你为什么到美国来呢 美国就是强而有力的保护者嘛 是不是 美国护照有什么好 为什么大家喜欢拿美国的护照 因为美国的数学不好 美国的数学怎么不好 要有一个美国人 被困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然后求救 哎呀我是美国人 然后到大使馆求救 所以你赶快救我 美国的数学真是差 为了救一个人 就有五个人 什么这些老兵被困在什么越南 困在某一个什么丛林里面 他就出什么海豹部队 海欧部队 然后那个电影长镜头 拉近到海面上 核能潜艇就浮出来了 然后那个甲板上 飞机就飞出去了 就他拼了命 他死了几百个人 他也要救为这一个人 那我不知道 你来自你的原本的国家是哪里 但我是去台湾部队 以我的台湾经验来讲 如果我告诉政府说 我现在困在越南这里暴动 赶快 政府说你几个人 我一个人 那就给你四个字 好字为字 或者是尊重再见 诸如此类的 如果你真的出动了部队 为了救一个人 死了二十个人 回去以后 你惨 绝对立法应用秩序 有没有脑袋 会不会算数学 你救一个人 死二十个人 值得吗 就我们看看这种事情 就是因为美国数学这么差 所以大家觉得算了 别惹他好了 因为你惹了一个人 他说你惹一个美国人 我去美国就跟你作对 哇 所以大家就发现 美国护照挺好用的 你现在知道原因了吗 因为这国家数学不好 他为了要挺你 他不惜把整个国家的资源 都放进去 然后呢达到一个效果 叫做全世界都怕他 这叫做大有能力的保护者啊 你拿个美国护照多好用啊 各位 基督徒拿的是哪一波的护照 天国 所以在你身边保护你的是谁呢 天使天君 你去读圣经 先知他的仆人害怕 说什么团团被围住 先说你放心神保护 神谁保护你啊 我什么都没看到 哎呀太可怜了 神啊 你一拿完眼睛打开 哇 周围都是天使天君 这是圣经记载 也就是说 你的身边有天使在保护你 只是你看不见吗 那我要问大家 那些天使是怎样 那天翘班了吗 还是睡着了 为什么教会大招逼迫 我问你 要一整排着火了 烧到教会要不要跳过去 啊 要 因为天使守着 一群基督徒坐飞机 掉下来 所有的人都罹那 但是基督徒一定都是平安的 因为神会保守我们 是这样吗 很遗憾 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上帝向来 是允许我们 遭遇 离破 患难 压力 正是当我们今天说 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你传的是什么福音 你传的时候你信的主意 以后就是凡事都是好的吗 或者你真的愿意传耶稣自己说的 说这世界有苦难 但在我里面有平安 当我们在说教会要谎传的时候 我们是真的 真的是让人在他的混乱 在整个动荡的当中 他是不是能够安然地度过 所以教会大招逼迫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会的 当你说我要跟神同工 神让我是你的儿女 你千万不能认为说 神一定对你就是很好 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 前面真的很顺 那个是不是神的同债 那个是神的同债 教会不断的增加 那是神的同债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他信主以后 买哪个股票 就涨哪个股票 那是不是神的同债 有没有神支付给他 是 可是 你买哪个股票 不要先跌哪个股票 是不是代表神离开你了 不是 就这样简单 就是我们不如用环境 用你的感受 用物质 用外在 你来judge 你来 甚至于你论断别人 神有没有与他同债 各位你们是很幸福 不用生在牧师的家里 你都不知道我从小到大 在家里听了多少稀奇 怪不可思议的见证 那些见证都是在见证 神与他同债 所以台上见证说 得到来生 医生全部没有救 可是我跟神打发来 神就医治我了 所以没有与他同债 有 可是我坐在你家听 那为什么我敢冒牌 还要拿健康卡就忘了 有人癌症悲痴 神与他同债 可是你只是感冒 倒过了半天都没好 还是得去排队挂 还流鼻水咳嗽 是不是代表神病有没有与他同债 不是 可是你不会动得好 你不会因为你不是牧师的小孩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 听很多人上台做见证 他说我本来是 从很小去教会 后来长大就不去了 后来离开神 后来欠了几千万 后来在我人的尽头 就是神的起头 所以在我最惨的时候 神把我带回来 感谢主 现在我的财务 都已经还清了 而且我现在 我开的是什么车 然后现在神让我多富足 感谢主 可是我做何来讲 那我是牧师的孩子 你还不用来打扫教会 你还从小远离上帝 我是每个礼拜做礼拜 那为什么上个礼拜 你拿来寄一个说我卡债 还几两千块 那你几千万上帝都解决掉了 上帝啊 那我这两千块是小case嘛 是不是 你随便指点一下嘛 这个不难嘛 那 当你明白 教会 也会遇到逼迫的时候 这是提醒我每一个人 弟兄妹 你作为一个家长 你在照顾你的家的时候 你必须学到一件事情 你不能够 不允许你的孩子 遇到逼迫患难压力痛 逼迫你家族 我们基本上 我们比较允许自己遇到 可是你就舍不得 让你父母守护 你舍不得 让你爱的人受苦 我们尤其华人 是最舍不得 让孩子受苦 但 这不是上帝的做法 所以当我们说 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希望不要传一个 你认为最好的福音 你把它包装一下 希望大家都接受 因为圣经明明说 教会大遭迷迫 而且第一节说 从那日起 你知道那日是什么意思 从圣经前后文 说从这日起 这日是哪一日 你忘记了看就知道 斯蒂凡被人家用石头打死 斯蒂凡殉道 天啊 你知道斯蒂凡是谁吗 斯蒂凡是当时 教会一直在增长 非常快速不可思议的增长 增长到人很多 后来爱念的时候有人没迟到 所以教会说这个不行 我们得选出七个友好民生 被圣灵充满 而且呢有行政能力 然后又被大家所认可 大家都尊敬他的人 出来做执事 所以选了七个执事 其中特别点名 斯蒂凡在民间大有能力 被圣灵充满 所以斯蒂凡是谁 简单的说 斯蒂凡就是执事会主席 整个使徒行段当中 第一个训道是执事会主席 这件事情跟你们有启示吗 也就是说万一今天遇到批破的时候 牧师会是第一个训道的吗 不是 执事会主席要说 翁牧师后门你先走 这我点着 这叫执事会主席 你现在知道 选执事会主席干什么的吧 如果你的执事会主席训道 他说执事会主席训道了 我们选个接班人 你肯吗 如果执事会主席发财了 那我会想说 欸 牧师我想 我们这家会特别文高 历任执事会主席都换大房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选执事会主席 你当不当 当然当嘛 哪里不当 当然当 这就是 可是上帝在当一个家长 他却用跟我们不一样的逻辑才做 上帝并不是这样的 无忧无虑 什么事都把我们搞定 所以斯蒂凡训道 所以斯蒂凡训道 神说这个是 讨厌是很大的 但整个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所有的复兴之前 都是训道者的血 因为不流血最不得解禁 不流血不可能解决问题 耶稣上司是这样 就是用他的血解决问题 所以斯蒂凡经历了一个 真的很可怕的事情 他就训道 很多人都会说 哎呀不要啊不要啊 你放心 你不要是也不会血 斯蒂凡可不是一面打说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再打会死啊 斯蒂凡是定睛忘天 他在训道的过程 没有人训道的说是吓得要死 那叫做训道 那不是叫训道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哎呀我都没准备啊 神会让我训道 我觉得你暂时可以不要有这个忧虑 反正你还能当执事会主席 可是我要说的事情就是 在教会里面最热心的人 竟然训道了 这对教会的发展是好还是不好 是不好 但是上天的逻辑不一样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理 所以基督读到我们说要传闻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传的是一个 能够顶得住压力 是能够让人敢面对困难 而不是给他一个show cut 给他一个安全门 让他逃避困难的 如果我们不能够先明白教会的本质 几千年来 一直是在风雨的当中在平静风浪 就像耶稣行走海面一样 我们从来不是逃避人生的责任 逃避人生的挑战 我们从来都是去面对他 而在你困难最痛苦的时候 神跟你说他的恩典够利用 这是我需要明白的事情 所以教会 不是一个让人心灵取暖的地方 教会它是让人在患难中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最无助的时候 他在那个地方重新隔离 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 我们是世上的国防 所以如果不明白这个教会的本质 我们只想说 哎呀你看人家吻我他 人家都开了三千了 我说你们中华会主也不错 你们也开了蛮多千了 算了一下 可是人家几年就开了三千 我们几十年才开几千 那对不起 你只是在搞一个十字架弃电而已 你只是搞个建筑画个十字架 然后把中华会主还是划上去 某某分布 我们只是在开连锁电而已 那不叫做传福 真正的传福音是 在患难的地方 在人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去而改变了它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知道这几千年来 神用这样的方式做事 而不是你用现在的教会潮流 尤其是台湾 我们教会现在有一千 我们教会的主流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们现在去走韩国路线 我们走新加坡路线 我们走的是什么G12 我们走的是什么方法 什么方法 错了 这只是一个浪潮而已 你得整个回头看 几千年来 你看上帝怎么做事 上帝的做事就是 允许我们遇到患难 逼迫 从那当中我们被分别为神 从那当中我们学会怎么样而生 这是教会 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一个本质 第二件事情 当门徒遇到逼迫以后呢 他们就怎样 我们刚刚读的经文 门徒就分散 门徒就分散 那在这里告诉我们 教会我们到现在 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 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我们现在都把那个去搞反了 我们现在不是说去 我们现在是说什么 来 来来来来 来我们教会 你们教会什么好 我们教会音响好 你们教会什么好 我们教会敬拜好 我们教会儿童好 我们教会什么什么好 我们都在提供各种服务 让人家来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没有办法往上徒 自古以来 上帝的方式就是去 上帝说你要去 那是个冒险 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 可是去很累啊 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 你现在坐在这里 你为什么可以住这个房子 你为什么可以在现在的公司上班 你为什么可以过现在的生活 你为什么可以开现在的车子 那是因为在若干年前 有人可能是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有人可能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 那个时候你本来不在这个国家了 突然有一天你做了一个决定 你说我要怎样 我要去 去哪里 去美国 我要去 如果当地你没有去 现在你怎么会坐在这里 所以你的整个人生 所有的丰收 生命当中所有美好的甜蜜的果实 都从哪里开始来 去 都是从去 生命就是一个方向 我们要去 所以生命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苦难 我们明知道有苦难 可是我们还是去 这就是耶稣猜蛋的图 这就是耶稣设立教会的原则 耶稣说 我猜一拜论的那种羊进入狼群 这个逻辑 跟我们所想的 那种家长 就要让儿女 无后无之忧的逻辑 是非常不一样的 华人我们接受的逻辑 从小 你现在拼命的赚钱 其实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已 对不对 你存了逻辑 你知道你在为了谁啊 为了你的小孩 华人的观点就是这样 尤其我们的上一辈 他自己拼命存钱 他要存孩子读书的钱 他说了还贷款 还要存孩子出国留学的钱 然后孩子出国留学了 他怎么还在存钱 他存什么钱 结婚的钱 小孩结婚的钱 那孩子结了婚了 你还帮他存钱 存什么钱 存他买房的钱 房子贷款 他自己付贷款 你还存钱啊 婆婆你存什么钱 我帮我孙子存教育基金 都是在存 所以在台湾就是很多人 是帮孩子买保险 就是说我走了 可是我很放心 因为有保险的人跟你讲说 哎呀刘先生你虽然走了 你放心 你保这个险呢 是未来五十年 你的孩子每几年 就领多少钱 一听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就说我虽然死了 但我的保险还在保佑他 我们就是真的没有安全感 但是我到美国去警官 看那个博物馆 看很多的公共事 是我想哪来这么多钱 搞这种东西啊 我老去发现 那些老姓老太太 她把钱留给小孩子 她死的时候 她的钱干嘛 捐 她就捐了 捐了史丹佛大学 捐了这个 捐了那个 她就都捐出去了 那逻辑很简单嘛 我儿子要修本事 我也不用存给他嘛 因为我能赚 他也能赚 我那年代那么苦 我都能攒钱了 那他这个世代 他能到没本事赚钱吗 所以如果我的孩子 有能力的话 我就不用留给他了 反正他自己能赚 就不差我这份 我的就该存给那些 需要的人了 那你说 那万一你孩子不行呢 我儿子要是不行 那你留给他钱 请问是对他是好啊 是住不过还是灾难 可能是灾难啊 如果孩子很糟 我留多钱给他 那不是害了他吗 所以这逻辑很简单 不用留东西 不用留产业 可以晓得 圣经也是说 你出了很多铁孩子 你也不晓得 他是好 他是坏 你也不晓得 他怎么花这些钱 奖钱还没感觉啊 家里面有些古董 什么奖杯啊 什么奖牌啊 传家之宝啊 传到你手上 知道吗 不要说你手上 太惨了 传到你儿女手上 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 垃圾 那是垃圾 他搬家的时候就 爸 这怎么办 哇不得了 这是爷爷的 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带走吧 他会觉得很有感情吗 他没有什么感情 哪有什么感情 你带走 等这个爸爸也走了 你认为你这儿子 会把这传家之宝 真的给你传下去 除非你这传家之宝 这这个聚宝盆 这个古董 他值钱 要不值钱 是纪念性的东西 过了年的时代 完全没有纪念性 我们到底留什么给别人 所以 上帝作为一个大家长 他认为就是 两个主要的精神 第一个就是 你要允许你的孩子受苦 你要舍得让他受熬练 第二个 你要鼓励他去 你要鼓励他去 这就是上帝这个大家长 在教会历史做的事情 今天我们所有的家长 我们都得回到这个品质 你必须要允许你的儿女 允许你所爱的人受先苦 他是会成长的 第二个就是 我们都得带头去 去 去 自从我去了西西兰宣教以后 我的整个福生的观点 彻底的改变 我在西西兰四年 我就发现说 原来华人这么会去 华人到世界各地 因为我们的祖先是非常勇敢的 他绝对不要坐以待命 他发现生活有困难 他听说新加坡好 听说菲律宾好 听说哪里好 听说哪里可以谋生 听说什么台湾是宝岛 他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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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各位我们也是 当年就觉得 我要去哪里 我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读个学位 我要去怎么样 所以你就去了 因着去你才会改变你原本的生活 因着我去西西兰宣教 改变了我的对教会的办法 因为我就发现说 我真的应该要去 难怪上帝要咬了 离开本地 本族 故家 离开你的舒适窝 你要去 所以当我四年回到台湾后 我就开始 我说神啊 我要去 我不要再叫人家来 大家都来 那我牧师住在牧师馆 牧师馆就在教会楼上 最后不会迟到 九点半聚会 我九点二十下下来就好了 你们都要来 你们要停车 我都不用停车 我就觉得 这个 好像圣经里面 不是这种模式 所以我就开始试着做生 我也要过去 所以我回到台湾以后 我就决定 当教会说 来 牧师你要不要固定在我们的教会 我就说 我的牧丹 比较不是这个 神现在托货 我要去走一条新的路 我要去 那教会很可爱 他说牧师 你这样本来搞去很累啊 固定在一个教会比较好赚 我说我要比较好赚 我就不做牧师了 比较好赚 连这个话都出来 你好笑 神怎么带领我 健保局 就是我们大家健康保险 健保局 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们 他说我们是一个团契 我们想要你来讲道 我说你们是基督徒吗 他说是 我说你们多少人 我们大概有七八个 我说那我去干什么 他说你给我们讲讲道吧 我每个礼拜三中午聚会 我说你们每个礼拜天去聚会 我礼拜三聚会 我去一个小时 讲一个小时 回来再一个小时 我去三个小时 就讲给你这几个人听 你觉得这样子符合经济效应 我可以去 可是呢我们可不可以 幻影思维 我去 那你们把同事都约来 我去向他们传福 我去跟他们讲婚姻 我去跟他们讲情绪管理 那我不管讲什么主题 我一定也会讲道上帝 这叫山区不理分行 我一定会讲道啊 你们把人找来 我就开始学 你知道第二礼拜来多人吗 第二礼拜来六十 六十 百分之九十都不是几个人 我就学到了 原来耶稣就是九十九只羊 放着去找一只 可是我们经常 基督徒大概有百分之五啊 我们就每天都照顾这羊圈的五只 外头九十五只满山片的跑 我们反正也不理他 真正的船民 是去 不是你先开会 又这样又慢 No 太慢了 真正的船民 你就快点 你去 只要你去 神就照他自己的应许 神做事不是我做事 有一个公司 六十我们公司有一个团契 我们有五个人 我说好 我们来聚会 我就说 你们就在这里建立教会 啊啊 在这里建立教会啊 我就可以 什么是教会 就是你们开始在这里建立聚会 还是把你们的这些同事带到这里来 带到 中午带到office 比你周末带去教会 容易多了 我把牧师带来 我们教会都要去 不要教会是叫人家来 没人来就把门关起来 我说那只是一个建筑物叫做教堂 那不是圣经里面说的 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曲集的教会 教会是一个戏徒的关系 教会是一种 生活的方式是一个lifestyle 而不是一个招牌 不是一个address 不是一个地址 所以你们把同事找来 我们去 我认识很多牧师 我让这些牧师都去 轮流跟你们家 第二个礼拜 我们就找同事来 就来了三十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